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22日 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当地时间1月21日 共和党籍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竞选 并表示他将转向支持其党内竞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德桑蒂斯的退选并不令外界感到意外 在一周前的美国大选首场初选爱奥瓦州的共和党党团会议中 德桑蒂斯以30个百分点的大幅差距落败于特朗普 位居第二名 此前半年里 这位现年45岁 原本被视为最有望与特朗普抗衡的共和党政治新星 在全美政坛的声望及党内支持率已经历了一番滑落 而在即将迎来下一场共和党初选的新罕布什尔州 德桑蒂斯的民调支持率也一直徘徊在个位数 德桑蒂斯的退选也意味着本届美国大选的共和党提名之争 已成为特朗普与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海利两人之间的争夺 在爱奥瓦州首场初选开局不利的海利 此后恐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1月21日当天 德桑蒂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宣布退选的视频 他在视频中表示 如果有能够改善竞选结果的事情 那么他会去做 但他坦言我们没有一条通往胜利的明确道路 对于自己的头号竞争对手 过去两年一直猛烈抨击德桑蒂斯的特朗普 德桑蒂斯也在视频中以积极的口吻表示 大多数共和党选民都希望再给特朗普一次机会 因此他已经签署了支持特朗普的承诺书 随着德桑蒂斯退选并转而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很可能会从德桑蒂斯的支持者那里得到额外的支持 CNN的民意调查显示 德桑蒂斯在该州的支持者中 有62%的人会把特朗普作为第二选择 而只有30%的人会转而支持海利 海利在一份声明中坚称 德桑蒂斯的支持者分为他和特朗普两派 海利鼓励德桑蒂斯的支持者选择他 他说 如果他们想要一个新一代领导人 他是可以完成任务的保守派 他看了这三爷 word 1月17日 据网友在华人论坛上爆料 加州硅谷核心地带的 Santa Clara发生一起疑似谋杀案 就在昨日中午 Santa Clara警方公布了 本案件的更多细节 警方的调查还原了事实 男方家暴虐打致女方惨死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接警后 警方赶到他们的住家 从窗户外看到了跪着的男方 正举着手 当他们进屋后 发现女方已经死在卧室的地板上 头部遭受严重钝形外伤 房间的地板 墙壁和门上到处是血迹 男方右手极度肿胀和发紫 她的衣服 腿 手臂和手上都有血迹 当警方看到她已经肿胀发紫的右手 问她怎么造成的 男方直接跟警方说 我揍了我老婆 据了解在案发时 男方反复用拳头猛击妻子的头部 很难想象 这对女方是简直是地狱般的一天 正如网友的推测 她也许真的是一拳一拳被活活打死的 事后 很多网友在网上爆料 男方毕业成都期中 190厘米 高一级到美国交流学习 而被残忍虐杀的女方 背景也一点不差 是吉林某地高考状元 并且在众多的留言中 有人指出 男方是有家暴使的 原因是女方已经入了美籍 而男方或许因为家暴记录 从而导致无法申请入籍 家暴真的只会没有或者无数次 所以大家千万要引以为戒 一旦有过不幸经历 要立刻学会断舍离 危险的寒冷天气继续影响着美国 过去一周的冬季风暴 已导致94人死亡 田纳西州卫生部门 已经确认了25起 与天气有关的死亡事件 俄勒冈州至少有16人死亡 其中包括三名被一棵树 砸到汽车上的成年人 车内的一名婴儿幸免于难 伊利诺斯州 宾州 密西西比州 华盛顿州 肯塔基州 威斯康星州 纽约州 新泽西州等地 也报告了死亡事件 刚刚过去的周末 危险的天气继续席卷美国 数千万人面临严寒 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东部可能会继续经历 本季最冷的天气 危险的寒风和严重的冰冻警告 将延伸到佛州北部 据国家气象局称 从周日晚上到周一早上 美国大部分地区的 驾驶条件都很危险 据预报 动雨将影响南部平原 密西西比河谷中部 和俄亥俄河谷的部分地区 专家建议 如果你必须出门 要多穿几层 并注意体温过低等严重症状 以在寒冷的天气中保持安全 在西海岸 俄勒冈州仍处于紧急状态 此前致命的冰暴 袭击了该地区 导致超过4.5万名用户断电 据报道 宾州 加州 新墨西哥州 和印第安那州 也出现了停电 天气预报员说 大雪和结冰的天气 预计将持续到本周出 气象学家莫里·麦克勒姆说 北极空气将与来自 墨西哥湾的湿气结合 在俄克拉和马州 到伊利诺伊州之间 将被冰覆盖 周一的出行条件将是危险的 到本周中期 气温预计将变暖 根据天气预测 暖空气和降雨 可能会给中西部和东北部 带来洪水的风险 万锦市市长薛家平 Frank Scarpeety 本周对省政府审查委员会表示 约克区的九个市镇 应该合并为一个城市 以此节省纳税人的钱 并简化市政府 然而 同样是华人聚集的新市市长 John Taylor 对同一委员会表示 约克区的九个市镇 和地区政府 应该自行歧视 以节省纳税人的钱 并让市政府们 能够专注于 自己城市面临的危机 尽管约克区多年来 一直断断续续地 讨论重组问题 但自1971年 首次实施以来 一个地区政府和九个市政府的结构 一直没有受到影响 薛家平表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是时候彻底改变现状了 薛家平说 约克区的九个城市 都有自己的信息技术部门 水务和税务计费 以及娱乐部门等 各市政府和约克区政府 总计还有八个消防部门 十个规划部门 十个经济发展部门 十个道路部门 和十个企业通讯部门 目前 约克区拥有120万人口 77名市政政治家 而多伦多有300万人口 只有26名市政政治家 加州今年春天 将再次推出一项 支持首次购房者的计划 为他们提供首付支持 总额为2.5亿元 这项名为 所有人的梦的贷款计划 去年已经推出 就广受欢迎 当年3亿元的款项 在11天内就被申请一空 加州政府今年调整了规则 将先到先得改为抽签 以更多的扶植广泛目标群体 加州住房金融署指出 今年的项目仍聚焦于那些家族中 第一代买房的人 以缓解他们首付不足的问题 对于中签的申请人 州政府将提供 不超过房价20%的资金 或15万元 作为其购房首付 取两者中较低值 这笔贷款仍需偿还 另外购房者将来买房时 还需支付房屋升值的一部分差价 给州政府 州政府称 这些还款将重新流入该项目 支持未来购房者 今年的贷款于4月开放申请 政府预计将有1700到2000名 中签者得到资助 他们中签后 有60天时间购买房屋 官方数据显示 目前加拿大的国际留学生人数 现已超过100万 增长速度远远快于联邦政府的预测 加拿大移民 难民和公民部公布称 截至12月底 有1028850名学习签证持有者来到加拿大 其中一半以上在安省 移民部表示 在超过100万学习签证持有者中 包括中小学 学院和大学学生 以及追求其他学习的学生 其中526015人在安省 202565人 在BC省117925人 在魁省 在萨省则有18695名 在努纳特地区学习的国际留学生 只有10名 国际学生人数从2019年的637855人 迅速增加到2022年的807260人 人们担心许多学生 包括来自印度的学生 被中介机构利用 这些中介机构招收他们去加拿大私立大学就读 这些大学的标准 支持和设施都很差 大多伦多地区宾顿市市长Patrick Brown 呼吁联邦政府限制允许进入加拿大的国际留学生人数 并在发放签证之前要求制定住宿计划 以解决住房危机并遏止不安全的生活安排 Brown说 这是巨大的资源消耗 我们的市政府得不到任何收入 因为他们不纳税 他们经常能够在一个公寓的地下室里住16个人 人们对Stanley水杯的狂热达到了新的高度 上周 一名女子因涉嫌从加州一家商店 偷走65个价值近2500元的Stanley不锈钢水杯而被捕 萨克拉门托东北部普莱瑟郡罗斯维尔的警方周日表示 他们接到报警 称1月17日该使斯坦福牧场路一家商店发生盗窃案 这名来自萨克拉门托的23岁女子的姓名目前尚未透露 她因重大盗窃罪被捕 警方公布的照片显示 她的汽车后备箱和副驾驶座位上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杯子 近几个月来 由于社交媒体上的博主们推动的一种趋势 Stanley水杯成为了备受追捧的物品 其中Cruncher尤其成为了一种时尚单品 这个杯子的容量为40亿盎司 在Stanley网站上的零售价为45元 随着独家颜色和合作产品的热销 它引发了人们的疯狂抢购 Ebay上的零售商目前正在以高达5000元的价格 出售一个粉红色星巴克Stanley合作款水杯